大家好 我是Finddown的頻道和JD 這是KT叔叔 耶 最從上一次喔 我們這個合作開箱起雄出之後 我覺得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耶 尤其是可以讓這個在我們頻道 熱愛榮豬的玩家 在我身上得不到那種 剛好也可以認識一下KT叔叔 耶耶耶 這感覺我覺得很棒 然後而且我對於這個 我比較不懂的東西 我也不用再絞盡腦汁 沒講說我這個開箱不專業 他講了講錯又說我這個硬講 沒關係我講錯了 大家來靠我 沒事沒事 對 所以呢未來喔 我們是跟KT叔叔談好說 如果大家喜歡就當我們的固定班底 就是如果農租了就把他抓過來 好 對 OK 那接著呢我們就直接事不宜遲 直接進到這個全開箱的環節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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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最近的這個流程 跟上一次你來又不太一樣 整次我 我們上一次是不是小賞呢 會一咖一咖去走 現在沒有我們直接攤著開始聊 其實邏輯還是差不多啦 好 所以這一次呢 這一套一番賞 它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整套好像都是走這種 比較懷舊的風格 全部真的都是 這舊到喔 我在剛剛開的過程 還想說還好找什麼出來 不然真的完全沒辦法 所以首先 我們就從這個 H賞開始 OK 這個H賞目前看起來 它的材質就是這種 經典時尚 大練版 那通常 通常這個拿回去 大家都當掛畫 對啊 對 有一些會表框 對 有一些重度龍珠粉 它就這個畫面特別喜歡 然後就表框 然後就掛在自己喜歡的地方 這個表框起來質感其實是好的 對啦 其實花這個幾百塊表起來很好 對對對 所以這一次H賞的部分 總共就是六款 那目前看它的圖片 我剛剛以為喔 我說是這個漫畫封面 可以說不是 這個只是原作裡面的一些畫面 對對對 那這一次的款是這麼多款 來你挑幾款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悟空的爺爺 養他的爺爺 因為悟空不是地球人 嗯 然後你看爺爺上面 有一個天使光環 爺爺死掉了 嗯 所以這是爺爺死掉之後 悟空第一次跟他碰面 他很開心 你看他旁邊還有飯類 哦 倒龍豬粉一定很吃這種親子系列啦 哦 我就是 然後像我個人的話 我比較有印象可能就只有這個 哦 那我記得這個是那個賽亞人 他們剛到地球 開始要熱血了 看來看去的時候的那個畫面 然後這個時候我還很討厭 這兩個角色 對對對 所以後面達爾變成麻吉的時候 其實我一時之間一直搞不懂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地方啦 悟空的角色就是 好像跟他相處過的人 會感染他 對對對 像達爾後來竟然也 他本來是反派嘛 對對對 後來一起保護地球 從傲嬌的這個王子 對 變成這個有點搞笑的角色 對 那至於其他部分的話 就不贅述啦 好像真的蠻特別的 他這也是用一個類似相對的感覺 那你看他這一次其實背板 有搭配他角色的色調 然後做上一些龍豬的這個龍的一些手繪的繪稿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還蠻漂亮的啦 蠻不錯的 然後下一個就是我們 蠻常見的這個 G賞 經典時尚方金組 那大概會是這一次 我們開箱的小場裡面最爛的 大家最不想要的 對 因為方金的實用性是真的低 然後近期可能唯一一個可以說官方有去做出的變化是 你會看到裡面會有一些款式 他是用刺繡的方式額外的貼上去 淡淡也就這樣 就這樣子 就這樣 那這一次他的款式呢 一共是 6款 也是6款 然後走的好像也是一個比較懷舊的畫面 像這個 這個是比克大魔王他在幹嘛 這個其實是這一個人 他使出魔風波 要把比克大魔王封起來 結果比克大魔王就把他把魔風波再反回去 哦 就這樣子而已 但其實比較特別是這一個 你看得出這是什麼嗎 就他的 尾巴 尾巴的轉 這個時候其實他是參加天下的第五道道會 嗯 然後這個 他其實是歸仙人 這個時候悟空還不會飛 還不會悟空處 哦 他就把他打出場外 想說這樣就贏了 哦 對 尾巴就這樣飛回來 哦 哦 很有趣啦 比較有趣一點 早期的風格是這樣 嗯 因為我認識尾巴會飛的 只有就是不早期的那樣 哈哈 對對對 那這一套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就趕快進下一個 那下一個開始 就我覺得算是 蠻有意思的小賞 嗯 首先是這個 F賞 這F賞之前在別的地方是有出現過的 哦 真的哦 對 他其實現在的那個手機啊 他下面不是都用那個手機殼 會有一個洞的線孔 所以他上面就是會搭配一個背板的圖片 讓你可以套進去手機 就變成手機掛繩 對對對 然後這次他的款數總共是六款 而且他蠻特別 除了下面的掛繩之外 他上面選用的那個作為背板的墊布 他還是有一個漫畫的線稿 或是什麼之類的 這一次啊 我老婆看到 他就跟我講說 龍珠終於出有用的小賞 啊不是 有啦 之前也是有用啦 只是刻板印象 龍珠板要出在那 我們倆竟然超同款 我們倆竟然超一樣耶 好扯哦 其實也是沒有這個畫面啦 這個應該就是原創的 哦 所以我剛本來還想問你說 克里沒有 克里什麼時候去追一些 對啊 克里什麼時候在追龍珠的呢 這個應該就是悟空 悟空在那個 納美克星上面 集元氣彈 對 集元氣彈 反正這一次他這個小賞 他是採用透明的塑膠材質去呈現他 那你就可以貼在手機格背面 那個膠框很透明的 拆在裡面 然後這邊就會露出來 從Type-C的那個接孔露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扣上去 這樣 就會扣上去 然後他下面的這個設計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看的 對啊 所以你看元氣彈的這個 他是不是卻有搭配還有經典牌齒 經典牌齒 所以這一次這個F賞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有用心 對啊 這一次有用心 推推推推 那接著就好進下一款 下一款這個E賞的部分 是近期他們很愛這樣做 就是他知道地牌呢 我們如果再錯重複了對不對 最後就先POOS 對 所以呢我們乾脆 譬如像這次24抽 他就搞了24個地牌 通通不重複這樣 要收了就全收了 對 可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選上來的圖片開始有點 層次不齊 因為你不知道在幹嘛 對 太偏了 所以我們剛剛呢 就有特別讓POOS挑三款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其實是 悟空長大之後 去參加天下一舞蹈會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得逃在的其實是他老婆 奇奇嘛 那時候還沒結婚 他們在小時候遇過 就是碰過面 他就隨口就答應奇奇說 我要跟你結婚 這個就是在舞蹈會上 奇奇就問他說 你真的忘了說要跟我結婚吧 然後他結果回頭說 結婚是什麼 然後奇奇就得逃在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那這個耶 為什麼天津派一副就褲子掉下來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爬的那種舞蹈服 就是悟空他就是速度很快去 然後把他的腰帶抽掉 然後他褲子掉下去 就早期 鳥山明老師的漫畫裡面 雖然說有這種 他是打鬥的劇情 但還是會生一些比較白癌的稿 比較苦手 不會像現在就 現在是只有打而已 對 所以這樣感覺以前 早期還蠻有趣的 然後最後這一個呢 這個就很經典 都是在同一個篇章 同一個時期的篇 下一舞蹈會 跟長大的摩二代 就是後來的鼻克叔叔 對打 然後他灌他一拳 這次的公仔獎也有這個 擺在一起不錯啦 就這樣 那至於其他E賞 如果那個 有人覺得 我們露獎呢 分享一下 因為我剛就蹲在那邊挑 我是都不認識 那我想說 他應該都講得出來 他說沒有 他一邊挑一邊說 開妙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小力牌的部分 如果有更資深的玩家 後來我下面跟大家分享 然後下一款 就是這一次我覺得 算是還蠻厲害的 因為沒有看過這樣的設計方式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D賞 那目前從圖片上面來看 它四個款式分別就是 兩個杯墊組再加兩個 有點像是像之前我們 在開箱銀魂那時候訂存會有那種 文明珍收納盒 那種手上收納盒 那有一個很關鍵的情報可以跟大家講就是 這次雖然做成盲盒 但它的重量差異非常大 對像這個就超重 音訊可以講嗎 對啊這沒有差啊 這很重嘛 很重的 應該就是那個收納盒 因為你知道盲盒有時候不講重量 是會有那個人體襯兩頂 就是你會看到有人來店裡面然後在那邊 然後他走了之後呢 我就會走過去然後把他兩個拿起來 他到底在秤什麼 這最好是會知道啦 因為像這種 就是白癡拿起來都知道很複雜 對那就可以講一下 它其實也是軟的耶 只是它做得很厚 這個蠻棒的 我蠻喜歡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悟空跟克林他們小時候 第一次去跟桂仙人修行的時候 那桂仙人就帶我們去晨跑的畫面 喔 很可愛啦 就是一樣啦 龍珠老粉的懷舊 像這個我現在還是看不懂他是在做什麼 這個呢就是 他第一次去桂仙人那邊修行的時候 然後桂仙人就每天都帶他們做一些什麼 譬如說跑步啊 還是去那個挖土啊 就是類似耕作啊 做這種他們覺得很無聊的事情 然後他就跟桂仙人講說 OK不要再做這種無聊的事情了嘛 然後桂仙人就這樣 呸 你們以為武術這麼簡單嗎 如果你可以推動這個大石頭的話 好那我就馬上改變那個我的訓練課程 然後他就在那邊推半邊推不動 這樣 啊這邊可以放杯子 所以這就是有點類似杯子是他在推的那種 有用互動的感覺就對了 就是老粉一定會很喜歡 我覺得有個很大的關鍵是 之前的那個小杯墊啊 現在手也都是不透明的杯子 所以你蓋上去的那一瞬間 什麼東西看不到 所以這樣反而你互動性上面 你的場景感也是有的 對對對 那像另外這一款他整個構圖 我覺得就有點類似 之前不是說有那個小風在嗎 然後他就一個圖片在加他的台詞 他這次的構圖也一樣 他只是把上面換成有點類似相較厲害 那像這個東西就是日本人來做 辦公桌上放一些小東西啊 甚至這個可以放明片 大小夠 做一個桌納桌上的收納 所以近期其實你有發現 一番場的小場有慢慢的 登一架它的這個使用性 對對對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賣型 這附載是蠻棒的 而且這一套有12個耶 對 所以這一次這個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我蠻喜歡的 好蠻喜歡的 那接著我們是進到這個公仔賞的部分 好 那緊接著呢 就是進到這個公仔賞的部分 那在這個影片開始之前呢 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帶大家認識一個LOGO 叔叔我不知道你就知道 這邊有個他的系列名啊 Revival Moment 對 那Revival Moment這個系列 之前就我的印象 裡面的龍珠好像是沒有投資過的 沒有 他多半第一個讓我印象是在那個 航海王 後來還有 裡面有 就最近那個小時候 兄弟的那個 海賊王好像也是小時候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那個時候去做 大人跟小孩 那這個系列它主打的就是去還原原作裡面 一些回憶的那種偏章 所以它的系列名才叫這個名稱 那這一次來到龍珠的話 當然就是給到一些比較經典的這個畫面 那這一次這個畫面的部分 我只分得出 這是娜美克星嘛對不對 欸水喔 對 然後這個悟空在跟佛麗莎打 對 你有發現佛麗莎怎麼了嗎 他被咬那個尾巴 對 這個時候就是佛麗莎 他對於他這個形態 他 當下的設定這個形態是最重要的 對 我知道 他跟悟空說我不用手讓你 然後他就在那邊用腳跟悟空在對打 然後就 他就用他的尾巴把悟空的波子勒住了 然後悟空就給他咬下去 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原作裡面那個蠻酷熟的經典 所以當初整個是宇宙存亡戰的感覺 但是還是有這一點點那種喬打小鬧的 對對對 要有趣一點 就是老師一直就想要在正經裡面 加一點點那種搞笑的圓形 他的本格啦 那這一次我覺得比較感動的地方是 就是我之前開這個系列的時候啊 我都會覺得他不過就是可能 把兩個支景品擺在一起 然後弄個底台強化他這樣 可是這一次我覺得比較開心的地方是 首先像之前 不論是鬼滅還是 航海王他的地台材質啊 跟整體的上去 其實就有一點點 比較一般般 對 很一般 但這一次你看他針對納蕾克星表面 的這個紋路啊 上色上 圓形上 其實給的是還蠻豐富的 立體感也有 岩石也有特別去做刻畫 然後來到角色本體的部分 像大家比較熟悉這種 類似戰損的粗糙面 也有把它做上去 然後這個 針對肌肉上面有這個切線 有塗裝欸 對 是有做一些上側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蠻大關鍵點是 因為他們都是 在原作裡面 像你說的有這種 比較酷手 或者是比較具有表情張力的畫面 所以針對面部頭雕的這個描繪 我覺得做得很好 首先是你看到牙齒的那個圓形 是有把它做出來 然後還有兩個腮胖子 用力的時候會鼓掌的那個 表情很大耶 對 它不是單純的就是 只有一印上去這樣 它是整個輪廓都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還有佛麗莎 你看它整個身體 對 你看它脖子看得出 它整個出力的曲線是要往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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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細節上面我覺得景品是做不了的 而且像上一次我們在開箱那個 孤瑜伦者的時候 像那個腹魚子碰拳 很多人在嘴它說碰不上 對 可是很正常 因為你只要不是把兩隻公仔 Cumbo在一起去做 販售或是開門的話 它很容易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很棒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原作篇章 它如果拆開來賣 那它等於就是把這樣子 直接set好給你 官方幫你組在一起 所以你的畫面上 就還原度就很好了 對 所以針對至少細節上面的描繪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有高的這個景品 尤其是這個福利莎的表情 表情超級到位 對 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 是還算蠻棒的 那接下來我們先下一款 好 那緊接著呢下一款 就是我們的這個B賞 也是這一套裡面呢 它的公仔配率是323 對 所以這一隻是2隻 然後其它是3 對 那這一次這個畫面呢 說實在 我是沒什麼印象 我只記得這個是界王拳的形態 對對對 這個就是達爾他第一次到地球 然後跟悟空 從界王拳修行回來 悟空去修行 悟空去界王拳修行回來 那個時候好像也不是好朋友 就對了 他們那時候也是第一次見面 喔喔喔喔 阿達爾就是到地球 要來收拾悟空的 這邊提外話提一下啦 我們龍族粉都稱這個 界王拳的悟空叫 瓜沙悟空 為什麼 阿瑪 阿瑪 我說他身上就有很多這種 紅色的這個痕跡在上面 對啊 那他這個很經典 這一次我是覺得 達爾的表情 真的是就是被灌一拳的那樣子 喔喔喔喔 真的把我們漫畫 還有電視上看的動畫 完全給他立體化 喔喔喔喔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其實像你看達爾 臉部被打一拳 以前在漫畫 他的那個分鏡 會特別定格在這邊 然後讓你看到那個嘴巴 整個扭曲掉的感覺 然後他這一次 特別在臉頰上面 還有加上一撇一撇的 這種速度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的臉頰 是那種飄動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細節上做得很好 然後面部的這個輪廓刻畫 也很棒 他要連嘴唇的地方 內構都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整隻公仔的質感 他應該也知道近期就是 不能再做全光滑 對 所以是這種比較粗糙面的方式 去呈現 所以整個不論是從 這賽亞人的開夾 甚至連頭髮的毛流上面 都把它呈現 都有粗糙面 然後這個悟空啊 他面部的這個 超派的這種 比較張力的身體 甚至他連眉毛跟眼睛的地方 是有挖出他的輪廓再呈現上去 而不是單純的移印 真的耶 不是單純的移印 他是有先挖起來再貼上去 然後頭髮飄動感 層次也做得很好 就是往前衝的樣子 對 然後真的公仔細節上面 其他顏色的堆疊層次做得是很棒 超屌 對 他真的很棒 他連下半身這種 紅色慢慢堆上去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之前在看界王犬 有些角色 他如果整隻的層次沒做好 遠遠看是 過去就是紅色的 怪怪的 那這一次我覺得至少 上半身他那種通紅的感覺 跟下半身的褲裝 其實整個畫面上 層次感還是有 很自然 因為就是界王犬 他其實並不是說 他人本身變紅色 而是散發出一個紅色的光 或是說鬥氣 對對對 所以呈現上是蠻好的 對 那這一次只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可惜 哪裡哪裡 就是你看他前面 是不是都有一個造景的感覺 你看像剛剛的佛麗莎 跟我們等一下可能會開箱到的那個 迪克那邊 有底台啊 對 他的底台是一體成型 那這樣其實真的就會讓人家 有一種很單純的就是 Matchmakers 然後他把他兩隻接在一起 那如果可以再搭配一個 他當初戰鬥的畫面 或是一個背景去做上色的話 我覺得會來得更好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他兩隻都是彈空 所以沒東西可以 對對對 我剛剛在想不是這樣 對 你在做這個原因 有可能是因為他當初戰鬥的空間 是在天上 對 不然那你下面那個雲啊 什麼 露出來的岩石可能都會好一點 感覺是技術有辦法克服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就會覺得 比較可惜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接下來一款 好 那緊接著呢就是來到這一次的這個A賞 也就是我們剛剛在那個 小麗牌 看到的那個經典畫面 那你說他這個時候 是在天下第一武道大會 那為什麼他的下面 不是在那個場地上面 因為他的場地已經打到 整個都稀巴爛了 那種擂台 打到整個稀巴爛 所以他們其實還是在場地中間 對對對 對對對 原來是這樣 這個畫面我覺得 應該大家都有看過啦 有啦 有有 然後衝刺前面 然後灌一圈 對 那個防刺去呈現他 那整體細節上面 透過你看他在底部的地方 他這個岩石是不是有特別 可以踩他下去往外崩裂的感覺 然後配上一些粗糙面的痕跡 就會展現出悟空向下 踩他地板那個張力感 就是你看他這邊 他這個 蹲下去的那一瞬間 岩石崩開的感覺 就可以去強化他前面這個 沖巡的出力感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 比較棒的地方 是他針對腿部的描繪 你看他這一次 針對前面掌骨的地方 腳掌 然後腳趾頭啊 細節上面那種 圓形的變化 而且還有做顏色的上色 他不是單一的顏色 他有特別把那個 膚色上面再疊一層 那種橘色的方式 有欸 對 所以其實不會那麼的生硬 然後上半身的褲裝的地方 他其實 整體上的那個粗糙面 也有給到 然後他這一次的光影打的 也是滿深的 像你看這邊就上的滿深的 這樣上色欸 就不用再驚訝了 現在如果他沒上色 他近期反而他們應該是有意識到說 不能再這樣弄 然後這一次你看像針對上半身背面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想特別問一下 我們後面在開箱龍珠的這個公仔的時候 像悟空的身形是非常壯俗的 可是他這一次針對背肌的部分 他都是走一個比較流線的方向去呈現 是因為早期的畫風 應該是這個時候悟空 他其實還不完全是呈現 是剛長大 那也是剛接了 我說他都16歲這樣 對對對 他剛長大 算青年而已 所以他才沒有那麼 那麼精壯 你看他其實背面整個是很光滑的 誰是他偷懶的 欸 我的確看他正面整個肌肉線條 沒有到後期他們的炸 嗯 給的比較俐落 而且他光影跟立體感還是有 對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最大的賣點 其實還是在面部的神奇 標奇 真的 他做得非常的生動 你可以看到他嘴巴甚至旁邊眼神 口腔內部的構造都做出來 然後這一次最大的關鍵當然是被打的這個 你說摩爾代嘛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他比較少呈現這種 類似真的是整個眼睛嘴巴都噴出來 吐血的神奇 對對對 那這一次你看他整個向前凸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做得很好 包括上面的青筋啊 眼珠子這個部分 你看他眼珠子這樣胡瓜上來 冒血絲 對 重點是圓形啊 就是大家可以focus在這一次 如果你說 你覺得身體啊 或是這些地方很景品做到水準 老實說可不可以 真的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 但是景品的 因為他的頭雕的部分沒有到這樣 沒有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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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matchmax也沒有到那麼細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這樣子的細節上面 呈現是非常棒的 這一滴你看一下 它是有灌進去的 灌進去耶 筆克的肚子真的是凹進去耶 有做一個這個磚位在這邊把它插進去 對啊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是還蠻特別的 這一次的上位賞 就ABC其實我是最喜歡這一支 就是我覺得它整個是超級生動 而且有這個底台就有一種 GK感 但是我知道它的大小沒有那麼大啦 它其實大小就跟Zero差不多 它只是少了Zero的那個特效件 對不對 我覺得很值得抽 我懂我懂我懂 不是講到GK的時候 我們都會那個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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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這樣 但至少畫面的程度上是好 嘛 那就讓我們進今天的最後賞 好 那緊接就是來到這一次的這個最後賞 然後在剛剛我們開下的過程中呢 是完全我無法參與的環境 都是騙師跟叔叔在聊 說什麼布馬啊 怎樣怎樣 怎麼以前會想要看他的內褲 還說什麼之類的 就因為我是沒有參與到這一段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是沒有辦法去理解 他為什麼會把這個畫面挑選在最後上 所以就來讓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理由是什麼 這是龍珠一剛開始很經典 應該是悟空跟布馬他們第一次碰面的隔天一早 布馬帶著悟空去海邊啊 然後悟空第一次看到海 所以你看他的表情 他在那邊喝看看是不是 對 然後說好鹹喔 他不知道海水是鹹的 不過其實男生就知道 這個時候最關鍵的其實是布馬 這個時候布馬其實是沒有穿內褲的 喔 那我們就有興趣了喔 因為他們在前一天布馬遇到悟空 然後他要找龍珠啦 你看這一顆現在很還原 這顆是龍珠 悟空爺爺留給他的四星球 所以布馬才用龍珠雷打找到悟空家 喔 然後晚上都在悟空家住下來了 喔 所以他的目標其實是要悟空那個球球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他睡在房間 布馬睡在房間 然後悟空隔天睡醒一早就去房間看布馬 然後他就睡在他的胯下 他說好懷念喔 以前我都這樣睡在爺爺的胯下 但是呢悟空不知道什麼叫做女人 他就覺得怪怪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就把他掀起來然後內褲脫下來了 第一天認識的女生就脫人家褲子 對那你就知道為什麼達爾要一直打他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應該是這樣喔 喔喔喔喔喔喔 那這就說得合理了 那我們要不要看一下有沒有還原這個部分 這應該是 這沒有啊 不可能啦 他這連內褲都沒有做 因為他沒有穿內褲啊 喔喔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這樣他才刻意沒有做的 對啦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小朋友的原因 因為我們才開箱下來 不管男的女的我都會偷看一下 所以經過我這個八數據的分析 我發現 萬代他們在做的時候呢 如果年紀過小的女孩子 他會想到直接一個平面的封刺 塑膠封起來 直接封刺 讓你就知道我這邊沒有要 裡面的東西我沒做 那這一次我覺得在面部的神言上面也是很厲害 你看他悟空這個 這個水怎麼那麼鹹的那個 然後海底的樣子 然後旁邊這個布馬 小心翼翼的 而且布馬的胸部也很還原 這個階段他年紀應該還很小 應該四五六歲而已 還在發育中 像這種發育中的 老闆這邊電視會不會 猶豫不小該被他剪掉 不會啦 他整體針對這種 有點類似居家服 那種做得也很好 然後下面針對像是海灘上面 有沒有 這個底台我很喜歡 這底台做得很棒 然後旁邊那種暈開的感覺 對對對 水波紋 整個場景感我覺得做得非常不錯 上色上蕭光做得也很足 所以這一次可以知道 他這個系列 真的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之前的那種地台造型 會給人家一種出售 譬如說我今天去買SEGA 這一次講說他幾乎就做得到 那這一次其實這個細節上面的上色水準 我覺得是遠大於SEGA這樣景品的 地台的感覺 你看他不可能做到這麼細 這個上色很細 這一次上色做得真的很細 很像一幅畫 或是那種設計師產品的感覺 所以這次是最後場的部分 原來是有這麼一堆淵源 所以很多人抽集的是 那時候布馬仕沒穿內褲 我要包牌 我要看 就包了一個寂寞這樣 算是被官方擺了一道 對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最後場的開箱 那接著讓我們進行結尾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這個 氣紅豬最新這套一番賞的全開箱 那這套一番賞 我覺得他算是呢 有把我們 懷舊這件事情 有 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有 因為之前呢 其實從 摩克布斯伊那時候開始 他就出了超多 用MSLINE去超到這種懷舊的篇張 那其實他吃的呢 就是角色 我們去出一些以前 可能沒有沒有沒有做過的 冷人角或是幹嘛 然後其實後期 莫德良講的 熱門的好像也吃得差不多了 對對對 所以他開始呢 做到這個 系列上 然後變成這種一組的感覺 去呈現它 那其實起初我們在看單的時候 真的會很擔心說 可能就會像我剛才王 或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之前的其他套 有原本龍豬粉真的擔心 會覺得他做得過OK 那至少 你知道龍豬是 萬代康八族 我知道 是他們每年營收最高的一個IP 你看那個時候大家其實都還沒有一直做MASTERLINE 是龍豬先在MASTERLINE上面 越做越屌 做到EXTRA 做到KING 然後做到那個整個細節 大家很喜歡 然後其他IP的 才跟上 所以這一次這個回憶錄的系列 我覺得他算是有讓人知道說 欸 我們萬代其實是可以認真的還原出 當初的這種場景感 而且我們龍豬粉原本 看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都很擔心它太小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比例 其實是滿分量滿足的 我的手很大喔 比起來其實是很大的 是有給到很完整就是 因為之前怕它縮水 然後它細節也是有 比一般的景品再更仔細一些 應該是高過很多 嗯 尤其是它針對那種 面部的一些比較經典的表情 表情張力很大 而且這種的好處是 它不可能推出景品 它不可能把悟空跟這隻比克拆開來買 你可以想像它這隻比克如果單純這景品 就很奇怪 超級奇怪 對 所以它算是可以呢 挑選一些原作裡面的經典場面 然後做一個完美的復刻 所以這其實還滿值得期待的 這樣它又把這個考古的部分 又上升到另外一個新的階級 所以這個龍珠粉又一開始說 我當初有哪個很想要的畫面 還好是不是就有機會 像這樣的方式去呈現 對 那如果以這個龍珠老鼠來說 這次給不給過 我給過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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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 實在是那個 銀彈不足 要不然我想全收 喔是這樣 那所以呢 這個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個龍珠粉 KT叔叔說給過 其他人就可以放心了 我給過 那如果喜歡這個 七龍珠相關的 就歡迎去追蹤這個 KT叔叔的頻道 因為我就是一個龍珠菜雞 叔叔的話 龍珠粉這邊請 謝謝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在這邊 LVS的方法 那我們這邊有決定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